刚刚起床,现在在,呃,等一下呢,我们要搭船,搭船去吃早餐,听起来是有点特别啊,不相信我的话,你们看哦,这是我们的船,看到吗,我们现在要搭这个船,去吃早餐,听说是在船上,安排了一个特别的早餐,我们要吃,好特别,送饭店, 出来,到这里,直接搭船过去,好可爱耶,你们看,这个饭店,他们的设计太好了,但是有点可惜是天气不好,有点有风,所以我现在在讲话的,有可能是你们会听到一些呜的声音,是因为外面的风,OK,那我们搭船吧, 好,这个好哦,因为,这种,这种,这个好哦,因为,这种, 這種玩法對土耳其人來說是一個蠻特別的 也是一個在土耳其我們會蠻喜歡的一個玩法 但是大部分在土耳其南部跟愛情海那邊可以玩 我們也很喜歡搭船 出去外面吃飯啊 有點像是觀光船的概念 這種機器啊在外面風比較大的時候 就是很敏感馬上就是收到風的聲音 就可以很多很多這種聲音 所以我在講話的時候 我想要踢進去很多就是外面的畫面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這個Toranga這個城市的一些特色啊 他們這個城市的一些建築啊海岸線 因為這個城市算是一個小城市 差不多有10萬個人到15萬個人住在這裡 是一個海邊的漂亮的城市 不會說是一個大城市 也不算是非常非常的熱鬧 不過呢蠻漂亮的 他們整理得很好很完整 而且沒有很多的大樓 有一點就是讓我有點像是 這個地方是 鄉下有一點像是日本那一種 就是很舒服還蠻乾淨 他們的路的品質也很好 然後想到有一點像是那個日本 但是日本還可以 尤其是日本的建築比較小一點 然後車子也是比較小一點 所以日本有一點像是比較迷你版的那一種的城市 我是說日本那些鄉下的環境 蠻好的我還蠻喜歡這裡有很多飯店啊 而且Toranga這個城市 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地方是有很多奇異國的國園 就是可以說奇異國的故鄉之一 在這邊他們生產非常多的奇異國 我賣給全世界包含台灣土耳其還有其他的地方 我已經開始吃我的早餐簡單的 吃一點這種麵包 一點點果汁 這蠻簡單的一個早餐啊 其實今天我們的計畫就是 稍微做完一個小時左右 看風景 其實要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在這個城市 Toranga到底是長得什麼樣 其實 可以說是 這個地方喔 現在喔 我派的港口是 紐西蘭最大的港口 所以從這裡有很多奇異國 賣給全世界 紐西蘭他們的空間有夠大 那過大的話呢就是可以很輕鬆 沒有那個搖口感 整個城市你會覺得很舒服 幾乎每一個人的方式 就是一動一動一動那種 然後有些人有自己的船啊 可以想要出門就開船出去啊 我在我們的船長旁邊 我們現在找地方可以停船 因為聽說是現在是 漲草還蠻嚴重 很水是那個更多 結果呢我們一直找不到比較適合 可以停船的地方 所以我們的船長一直在看看 哪一個地方是比較適合 剛剛在後面有一個地方 原來那邊可以 但是呢因為漲草的關係 所以太多 我們的船長有點擔心 所以我們要換了位子 哇 剛剛好危險 我們的一個朋友差一點要 差一點要這個掉水裡面 OK 我先吧 你先先 我拍你 我拍你 要不然還可以 你可以掉下去水裡面 我會有畫面喔 小心喔 小心不要掉下去喔 我來 我來 我可以幫你拿這個 我給你入獄 可以 我的機器 我準備好了 好 走吧 但是差一點是你嗎 掉下去 對 差一點啦 下次要掉下去之前 你要告訴我 我可以拍你啦 然後有一些畫面啦 很難的跟Youtube的朋友說 你們看 那個台灣的朋友 掉下去水裡面 我的Youtube頻道會爆炸 很多人會看耶 哈哈哈 剛剛的我們的這個 小旅行結束了 隨時的 出發的時候天氣不是很好 現在的天氣也不錯 雖然還是有風 我相信你們現在在 聽我聲音的時候 雖然會有一些 有些聲音 就是風的聲音 好了 今天的玩法是這個樣子 給大家看一個 輕輕鬆鬆的 Taranga 希望你們喜歡 我們現在繼續玩 下一個行程 我們下次見OK 拜拜 感谢观看